大家早上平安 在真言书27章1节告诉我们 不要为明日自夸 因为今天要发生什么事 你尚且不知道 是的 人真的是没有什么好夸耀的 岳伯也说过 我们是自身的来 自身的离开 我们这一生其实非常的短暂 若我们 观察自己现在的时光和身体状况 就会发现当中都有神的保守和看顾 所以我们要明白 谁掌控着这个世界 即使当整个世界都陷在危险里 却还是有一位主宰者的 如果我们反思主的恩典 就会看到天天都有神的恩典中 引导和干涉我们 叫我们不至于犯很离谱的错误 虽然我们不知道下一秒要发生什么事 但也不能让自己停留在问题里 主不要我们为明天夸口 乃是给我们恢复主若愿意的信仰了 让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 在雅各书4章13-15节 嗨 你们有话说 今天 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 在那里住一年 做买卖得利 其实明天如何 你们还不知道 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 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 出现少 出现少时就不见了 你们只当说 主若愿意 我们就可以活着 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 各位 在14节说到今天 明天 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做买卖 再告诉我们 何谓为明天夸口的人呢 就是在这种人的一切计划里面 是完全没有神的 他今天或明天要做什么 都是按照人的策划 人的某算 以及人的虚化 甚至一个得救的信徒 若在他的策划里 没有神为他所定的国度观 就是祝福人的使命 他走到最后才会发现 原来没有神 没有国度观的生活 最终会叫他失去的 比得着的更多了 那经文也说到 人活在地上总是要得力 却不是要得神的称赞 如果一个人的一生 是要得人的称赞 而不是要得神的称赞 他活着的一生 是要戴着面具的 因为活的不再是自己了 其实我们每天上班工作 我们的婚姻 学业 所教育 教导的孩子等等 为的应该是要得神的称赞 如果我们一生活着有主 我们的良知里面有主 我们生命里面的目的有主 我们所做的都是对得起主的 那我们的心是有平安的 当这个世界有什么危机的时候 我们才不会害怕 因我们要得的一直都是神的称赞 所以我们不要为明天夸口 我们只当说 主若愿意 我们就可以活着 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 各位 我们基督徒的信仰 就是主若愿意的信仰 这是我们今天应该有的生活了 保罗服侍主的时候 不是靠他自己的热心 去以不所宣教的 他说的是 主若愿意他再回去 主现在若不愿意 他现在就不去 在他服侍主的生涯 一直都是带着这样的心灵 主若愿意 所以我们的信仰 应该是建立在 主若愿意我们就做 主把门关上 我们就等候 所以主若愿意 主有他无限的作为了 当我们做一样事情的时候 不是单单口里讲 主若愿意 之后却还在依靠自己 当我们说主若愿意时 我们要知道 主本身必能成就的 所以每当我们跟神 这样祷告的时候 我们的心会反问自己 我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这样做的目的 动机是什么 我为什么这样求 我求这个对神的国度 有益处吗 真的能够成就 更美好的见证吗 等等 所以当我们真的带着 主若愿意的心来祷告 我们就不会一律的 要得这个得那个 我一定要争取什么 所以圣经里有很多的话 是叫我们在心灵里面 要一直反思地祷告 一直到我们成为 很正直无愧的人 各位 人都是虚谎 人都是鬼杂的 人也都是喜欢骗神的 神啊 你给我钱 我奉献给你 神啊 你给我这个 我要荣耀你 我们都有自己的欲望 有时我们甚至到一个地步 不知道那是神的祝福 还是纯属自己的欲望 所以我们要这样祷告 因主绝对有他无限的能力和作为了 那或许有人会觉得 基督徒是否就是一直处在被动的呢 为了不要让大家有这样的误解 雅各书十六到十七节在结束这一段时 说到 现今你们既以张狂夸口 反正要夸口都是恶的 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 这就是他的罪了 各位 在主若愿意的时候 你们要记得 有我们当行的事 若我们知道的善就当要去行了 在行之前 我们要主动的不断查验神存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 而不是傻傻被动的 其实我们的信仰是有一个被动里面的主动 怎么说呢 就是被动的等候 知道主在成就万事 一看到神在做工 我们是非跑的跟随他而行的 所以如果我们知道该做什么而不去做 那就是罪了 比如知道该阴晴却耍手机不做 知道该读书却不读 知道该努力上班却懒惰 知道该去教会聚会却随便就缺席等等 其实还有很多例子了 我们很多时候总是在浪费神给我们的观音 这样控告的灵就会领到 久而久之 我们就会感到很空虚 人生没有意义 就会开始找寻一些刺激来满足自己 所以我们真的要懂得查验神的美意 到底主叫我做什么 知道后我们要殷勤地去做 忠心地去做 作为一个忠心又见识的仆人 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我们的心在主的面前是平安的 是坦然无惧的 是有无愧良心的 那时仇敌就不能控告我们 我们所做的也能越做越好 越做越美了 所以愿主祝福也帮助我们 观照我们 使我们不再做愚昧人 乃是能谦卑在主面前 依靠主的恩典 恢复一个主若愿意的信仰了 我们下期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